我告發賴清德的重點有二 在2003年到2004年 賴清德神乎奇蹟地 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務 把原來的公有土地 轉為私人土地 在這個私有土地上面 生出了一棟新的違章建築 叫做賴皮寮 這個過程裡面 存在著太多官商勾結 權錢交易 存在了太多 徒利 受惠 貪污的形式 所以當然要告發 但是更重要的 我告發還有個目的 因為我告發了 我的標的證物就是賴皮寮 我很清楚 民進黨如果最後覺得 他選舉會輸 他一定會挺何走險 現在安全特勤人員 都已經撤離了賴皮寮 賴皮寮成為不設防的地方 要做手腳太容易了 所以我要告發他 然後申請證據保全 一旦有證據保全 賴皮寮如果真的發生了意外 這時候減掉司法 就要負起全部的責任 也就是說 民進黨要在最後關頭 用奧部來立宗取勝 可能性幾乎就消失掉了